防疫期间建设不中断 吉安乡公所趁着三级警戒 管设不开放的机会将原本暑假过后才要进行的 好客艺术村地平改善工程 提前在6月份开始施作 乡长佑淑珍和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 17号特别前往视察工程 希望在疫情过后提供乡亲舒适完善的空间使用 吉安乡好客艺术村部分地砖突起破审 让前来运动的民众大感不变 乡公所原本计划在暑假过后展开整修工程 但因为疫情警戒管设封闭 乡公所就趁着这个机会提前开工进行改善 坚守防疫建设也不能停 趁着我们整个好客艺术村闭馆的时间 我们赶紧的把我们危险路平的路段来执行完成 因为这是很多乡亲的建议 也是代表会在友善监督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建设环块 所以今天针对我们开工之后进行的工程阶段 来作为试验场的视察跟会看 谢谢我们六位议员的议员款寄注 谢谢我们周敬佑议员 黄振复议员 林园复议员 吴东升议员 徐雪义议员 以及我们叶昆景议员的工程款 来给我们协助集团建设的力量 谢谢我们现象协力为我们再做一个更优化的 议文空间来继续努力 住在附近的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巴也特别关心这项改善工程 17号上午也会同香港游熟针到场献刊 这附近的民众常常都来利用这么好的一个空间来做活动 但是常常有一些小孩子或老人家都踢到坎坷不平的地面 还有我们前多小孩子骑单车也是一样 常常在那边有滑倒 所以这个铺面一定要再重新整理 因为刚好我也是住在这附近 然后我也会跟一些乡亲厂来这个地方 所以香港所有这边的工程我也会就近来监督 希望这个工程也好好的来完成 真相工程获得了6位现役员共300万元的工程款驿注 6月7号开工预计在9月初可以完成 将改善包括参拜道、两侧出入口 还有行走活动范围等 大约有1200平方公尺面积的Boss地砖 并且采用滚泥土压花地平提高强度 确保活动安全性 这一会见相报道